当时首批日本赔偿军舰接收典礼 在上海高昌庙广场举行 为迎接这一荣耀的一刻 广场上排列着海军官兵 军乐队 仪队和接舰保管组官兵 军容雄壮 礼台正面将边停靠的 就是街子第一号舰的雪峰号驱逐舰 站立在典礼台左右两侧的民众高达数千人 以雪峰舰为首的八艘日本赔偿舰 同时将舰上的俘虏旗和日本国旗降下后 在国歌高尚中雪峰舰升起国旗 其他七艘日舰同步完成 国旗漂洋于海军第一基地码头 为海军抗战胜利后的一大盛事 政府其实对这些军舰是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也特别就是 希望美军拨一些可堪使用的军舰 来作为战利品 这批军舰对中华民国海军训练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战后海军几乎是从无道理 除了军舰的呸索之外 最受中国和同盟国瞩目的 还有针对日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进行的东京大审判 这是为饱受日本侵略国家和人民取回公道的一刻 1946年3月19日 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敖 离开上海远赴东京 当日中央日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 同时在显著版面刊出标题 清算血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敖 今非东京 在盟军为美法官举行的接风宴会上 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国民政府教育次长 顾玉秀也一同出席 顾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敖 梅汝敖身身鞠躬 双手过顶接见 大谢说 红粉送家人 宝剑赠壮士 可惜我非壮士 受之有愧 顾玉秀说 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 到着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 天下之壮烈士 以此为罪 君不为壮士 谁为壮士 听完 梅汝敖拔剑出鞘 动情地表示 对这些战犯必与严惩 以未借千百万冤死的同胞 既受国人之托 定将勉力依法行事 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王 中国驻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廖继威 也是先检队副日人员之一 他回忆当时东京大审判的情景 代表团团员轮流坐在贵宾席旁厅 中国检察官向哲俊 代表中国宣读起诉书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 列属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种滔天罪行 他每读一部分就要翻译成多种语言 这样起诉书一共整整读了六个星期 当时他是中国的首席法官嘛 我爸也去旁听过 斗争很激烈 有些国家不主张判死刑 中国是坚决要去判死刑 梅如敖法官的母亲 在梅如敖即将前往东京的前夕 曾意味深长地叮嘱她 在啊 到了那边 你切记要重重地审 这个意味深长的嘱咐 伴着梅如敖渡过东京审判出庭 817次的艰辛岁月 这场历史达两年半之久 人类司法史上所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 梅如敖法官实现了他自己的诺言 受审的28名日本甲籍战犯 除两名病死狱中 一名因精神病终止审判外 东条英姬 广田红义 松锦诗根 土匪元贤二 板渊征四郎 武藤章 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判处绞刑 梅京美智郎等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判处有期徒刑者两人 执行绞刑前 盟军总部派专人通知中国驻日代表团 由团长到现场代表中国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